哈囉,我是鳳的 有錢人跟窮人的差異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腦袋裝的東西不同的 腦袋的東西既不是專業也不是學士 而是有錢人的想法跟思維 真的跟窮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把思維模式做一個新的換字 我們也能成為有錢人 如果你也想成為有錢人 一定不能錯過這一期的視頻 紅黑出生一個傳統的家庭 而我的父母親總是告訴我們 借錢是丟臉的事情 只有沒有錢的人才會去借錢 殊不知大部分的有錢人 都是透過融資來創造財富的 如果你想致富 首先你必須要擁有有錢人的思維 若你具備了有錢人的思維 就算破產了也能很快的捲土重來 相反的一個沒有富人思維的窮人 就算意外獲得了一大筆資金 他也無法好好的運用 為他創造價值 紅黑曾經一度以為 只要很努力的工作 多兼職、多打幾份工 就可以增加收入 我曾經利用假日兼職 賣過冰淇淋、烤香腸 甚至開過計程車 累得跟一隻狗一樣 每個月頂多增加個2、3萬的額外收入 卻失去了真正的生活品質 最後才發現一個結論就是 勤勞根本不可能致富 而聰明 才有機會致富啊 因此這一期紅的就要來幫大家 置換一個有錢人的腦袋 來跟大家分享4個致富的方式 第一 用別人的錢來賺錢 想一下誰用別人的錢來賺錢 沒錯 就是銀行啦 銀行通常拿我們的定存 1%的成本 不過同時間銀行把這一筆錢 用信貸的方式借貸出去 他賺取10%的利息 一樣的道理 我們有沒有可能 用銀行的錢來賺錢呢 答案是可以的 舉例來講 房貸的部分 目前的利率 大概會在1.5%左右 那一般我們租金的收益 都會落在3到5%這個部分 假如房屋的租金收益是5% 我們扣除掉1.5%的房貸 我們是不是中間就賺到3.5%的這個收益呢 沒有錯 而且這些錢 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口袋的錢 是利用銀行的錢 融資來賺取的這一筆金額 所以第一個 用別人的錢來賺錢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用別人的時間來賺錢 想一下 誰用別人的時間來賺錢 沒錯就是老闆啦 老闆通常 買我們的時間去幫他賺錢 那有沒有可能 以後我們只要 想到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或者是你想要創業當老闆 一樣我們可以利用 買別人的時間來幫你賺錢 所以第二個 用別人的時間來賺錢 舉的就是 創業的例子囉 3.用別人的資源來賺錢 誰用別人的資源來賺錢 以不動產來講 最好的例子就是二房東 房子不是他的 他藉由租進別人的房子 裝修或整理之後 再來轉租給別人 利用了別人的資源 來賺取中間的一個價差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 在這個部分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同樣的可以利用別人的資源 來賺取中間的價差 第四 用別人的經驗來賺錢 誰用別人的經驗來賺錢 沒有錯 就是現在正在看視頻的你啊 大家會為了學習新的知識 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 花時間 花金錢 去學習他們不知道的知識 或者是商業模式 這樣的方式就等於是 複製成功 就會更成功 模仿卓越 就會更卓越的方式 所以呢 有錢人 持續的學習成長 而窮人認為他們 早就已經知道了一切 我想學房地產 我就會花很多時間 去了解和學習 沒有時間 就會擠出時間來學習 我曾經看我太太 一年 花超過50萬 去學習新的知識 這些新的知識呢 去有助於我們在 未來增加收益 或者是自換頭腦的一個 新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四個有錢人的思維 要記得幫紅的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見 掰掰